好,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一下 我今天 碰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LINE 出現登錄錯誤,就是我在換新手機的時候發現 沒辦法用 然後今天是 心得 就是 分享一下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我發生,就是我在新手機裡面 登錄我的LINE之後就發 就是在同步的時候他就跑那個 0到100%的那個 進度表的時候就中途出現無法正常之心 然後稍後再試 錯誤訊息 那我原本是用 就是這個 就是我有雙開啦,就是Android的那個 手機跟平板都有錄著 然後 用同一個ID 對,同一個帳號 同時可以用,就平板跟手機都可以上 然後版本是5.0.2 那新手機其實本來我也是 打算要用同樣方式 去登 就是一樣用5.0.2 然後用那個 Ti 那個備份去把它備份 進去 就發現 在註冊的時候失敗 然後最後又裝了一個新版的 然後 又還是 一樣的充電 畫面 那環境下就是我0mail跟Facebook都已經綁定 在我的帳號 那環境密碼也都 正常 就是登錄都沒有問題 只有在 只有在 跑那個同步的時候就 出現了錯誤 那最後找很多 找了很多 那個 論壇 跟討論 然後最後 發現 我自己的解決方法是 只要把Facebook的 App移除掉就要 然後很簡單 就是我最後 我最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直接 回到就原本的5.0.2 就是我覺得有可能是版本問題 所以我就直接 回到最舊版 那最舊版之後再去Facebook 登錄自己的Facebook 再往那個 電腦上面登Facebook 右上方的那個設定 點進去之後它有一個 左邊有個 欄位可以選App 然後在 裡面找到一個Line 然後 在右邊的XX把它移除掉 移除掉之後 我登進去之後發現 新的一個畫面就是變成伺服器連線錯誤 然後 我的手機再重新打開 然後不用登錄了 就直接在同步就成功了 就直接成功 對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我本來是用 太備份 然後 裡面的記錄什麼都已經不見了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用太備份 太備份 方法已經沒辦法 所以 只是 我這個賬號還在 就是等於這個賬號還在 所以電腦版的那些瀏覽記錄都還在 所以是無所謂的 我本身是無所謂的 所以你碰到這個情況千萬不用慌張 千萬不用慌張 中途我有看到有人分享 他說只要重新註冊個電話號碼 就可以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 這個方法就是先這個來賬號 那我自己有不小心 註冊了一個 然後就有人給我反應說 你怎麼會有兩個賬號 然後最後 我發現那是新的賬號 然後裡面的貼圖也不見了 這個新的賬號裡面就是原本的貼圖 就不是原本的賬號 所以 我最好還是把那個新的賬號刪掉 註冊線賬號是真的是 沒辦法 就有些人如果真的忘記 帳號密碼 然後客戶 又一直沒辦法幫你處理的話 或是你覺得你的貼圖也沒關係 或是 你覺得有些 沒有 往地電話號碼的 就是你找不來的好友都無所謂的話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 這樣子也是無所謂 其實這也可以解決掉問題 就是你還是有個Line 那 基本上如果你碰到這些問題的話就可以 用這幾個方法解決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玩Line玩得愉快 那我這個 用5.0.2 就是 最後還是沒有管地電話碼 所以還是可以跨去抓圖 那5.0.4 要再看 搞不好再用Facebook登錄 就可以繞過那個 電話認證 搞不好還是可以繼續 跨去抓圖 那只要你有碰到這個情況的話 都可以用 基本上目前啦 就 2015年12月 出 還可以解決 就用這樣方式解決吧 好 那就這樣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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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